欢迎回来NGO观点 其实我们这一次梅雨 政府动作非常快 而且测了七千多人 这个是必要的措施 而且是能够减少人命的伤亡 不过我想请教教授 像这样的测春这么快 以后是不是越测 搞不好这样一下子雨 就每次都要测很多人 我相信以后会每次都测很多人 因为政府也承担不及说 政府下令测而有伤亡发生 这伤亡发生的几率算蛮高的 你像这次测了 还是有不幸事件发生 那个测春其实是 也不能算太幸 你看美国一测 算百万人都在测 所以我们台湾算 我们台湾人算世界想看用 常常不愿意测 对这次就有不愿意测的人 还签切结书 可以这样子吗 我是不赞成的 因为到时候他死的又是变成 台湾又闹翻天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测春的一个VCR 连日大雨导致溪水暴涨 担心庐山地区的地层滑动 强制撤离的时间一到 军警销人员冒着被落石砸中的危险 涉水进入温泉区 驱离滞留的民众 暴涨的溪水冲破了堤防 当地连外道路中断 温泉区里水影涨到了民宿门口 一名大学退休教授还是不肯离去 警销只好爬上了二楼劝他撤离 先生 那个温泉已经暴涨了 开门一下 开门一下 当地部落里还有行动不便的老人家 只能有警销背着下山 考量的就是人命关天 等不得 这次的豪大雨造成了庐山地区 土石崩塌活埋三人 所以相公所才会要求 强制撤离温泉区里所有的人员 依据灾防法 地方政府可以开罚不愿撤离的民众 但是到目前为止 多半只要求签切结书 无法落实撤离 也没有人被罚 切结书好像是说 你如果不轻 出事你自己负责 大概是这种语气 我觉得这种语气 毕竟还不是最完美的 三年前 吴敦义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 遇到了巴马台风 台东金峰乡的嘉兰村 先前一位巴巴凤在重创 居民几乎都撤离了 可是还是有五名老人 不愿意离开 被相公所要求签下切结书 这个动作曾被批评是 小老百姓自求多福 吴敦义于是做了以上的说明 我知道你们也很为难 可是我们也很为难 怎么样都不想离开 说之以理 动之以情 官方尽了告知的责任 还是劝不动灾民 要铁腕执法 又怕被批是恶法扰民 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不幸 做父母官的被骂得满头包 到底该怎么做才好呢 好 我们问一下李市长好了 这个不签切结书的 其实是政府很无奈的做法 我不晓得李市长你怎么看 说真的 很多人为什么他不愿意离开 他在那边住那么几十年的地方 可能他的产业就在那个地方 因为他一生努力的目标就在那里 他一生所有的理想就在那里 所以一下子要叫他马上离开 他舍不得 就是我要跟这个事业共存亡 他有很有的这么这么一气努心 但事实上因为你知道说 一东西都被冲走了 毁坏掉了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我在想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公权力发挥 就是强迫你就是要策嘛 对 我们是非常赞成这样子 你赞成这样子 我是非常赞成的 不过这一次因为有一个就是防灾地图 那李鸿源就是内政部长 他也说这样子有凑效 而且让很多人成功的撤掉 所以也保了很多人的命 所以我问一下陈教授 这样的一个防灾地图 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应该以后都应该要 其实这种只是一时的救济 一时 并不是长久之计 我常常说今天发生了灾害 我们看到媒体上看到很多冲刷 山崩的现象 也许是我们的好朋友李部长 你应该在灾害过后 大胆的就将那些山崩土石油的地方 就把它圈毁起来 因为你营建单位 你是主管整个土地的开发 然后你就将这个土地的开发 把它定位为这是个崩塌区吧 就是所谓的地质敏感地区吧 地质敏感地区全部就把它 当然不敢讲说公布 公布啊 这个大家又很大的反弹 秀给大家看 这个地方什么时候产生的崩塌 这个地方什么时候产生的土石油 让大家非常的清楚 所以你说不要用防灾地图 而是用一个 防灾地图是一时 一时间你要逃嘛 但是你平常 平常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教育都不够深入嘛 当渣害完了以后 大家嘻嘻哈哈 一周一闻嘛 台湾不是一周一新闻嘛 然后又忘了 又忘了 你大概已经忘掉 上一次的渣害的状况 都已经忘掉了 但是我们常常讲 这些渣害 要把它根子人心的教育 什么叫根子人心的教育 就是真的要深入人心 让每一个居民 心理上晓得 哪个地方是渣害区 这在日本啊 做了非常的彻底 可是我想问一下 政府为什么不敢公布 太好了 那我们是不是 借着媒体的力量 借着舆论的力量 借着现在渣害期间 民心可用 我们好好的要求政府 你好好去说明一下 不是这样很好吗 是 刚刚啊 邓老师讲到卢山温泉 41家的所有开业的这些旅馆 4家合法 37家不合法 那我们就要请问 当然了 你再去追究以前的事情 又扯出一大堆事情 到底是谁准了 谁不准了 不过你既然那一个山 叫武安山 已经产生了地层滑动 在新俄客台风 2008年的时候 整个管子 倾斜管 整个断掉了 你公布嘛 是 担心什么 你要跟所有的这些 观光客讲 那个地方 倾斜管断掉了 那个地方 倾斜管断掉的时候 向下滑动了五公分 请不要去 我没有讲不要去 但是啊 你就公告嘛 你就跟美牛一样 你要不要吃你自己决定 但是至少让他知道 他断了五公分 你不能引军入后嘛 哎呀 我这个地方有推出议员的观光卷 我这个地方推出了议员的温泉卷 大家都来哦 你观光当局 你的政府当局 默示了很多 不应该发生的事情 所以除了庐山之外 我们是不是谈一下 那个阿里山 是不是也很危险 同样的 我刚刚提到了 我们在莫拉克台风过后啊 我们看所有的溪流 从中南 这个陈友兰西 阿里山西 阿里山西就是嘉义地区嘛 然后往南 我们看到齐山西 老龙西 然后再往南 爱辽北西 屏东 乃伊西 乃伊村 这都是很有名 现在变成明星村庄啊 因为明星的障碍地区嘛 但是这几个集水区在过去 整个破坏掉了 破坏掉的时候 本来 我常常讲的 政府就始作俑者嘛 你一直开发 一直开发 居民啊 他好不容易啊 投注了他一生的 一生的积蓄 是跟着你政府说 我这慢慢慢慢把路开进去 这个地方给你住 他好不容易进去 还有一个 居民是无知嘛 不是 社会同情心太重 社会 我发现每次 灾害以后变成灾民最伟大 媒体也是一天到 诉他们苦 其实倒霉是我们这些纳税义务人 花了国家的钱 所以要探讨的是谁准他进去 然后进去之后 你进去是违法开发 违法建筑 就受了灾政府要去救你 房子坏来政府赔你 请问这个钱哪来 你缴的税 因为我缴的税啊 所以不公平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媒体 也是对这些批评爆 好像他们很可怜很可怜 社会都很同情他们 一同情他们就变成 我碰到好多年 我说你们变成灾民 全台湾最伟大 这个现在变成说 我跟你讲 那个神木村我最熟了 就是那个叫陈永兰 其实最伟大神木村 他们接到了这些 多得吓死你知道吗 那个地方是 接到了政府的资源 接到政府的资源 那个宋楚瑜去又盖一条路 这一桥又坐下去 结果一算他们花了四亿多 总共四十口人 可是现在断了又盖 盖了又断 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 台湾的一个真正的问题 盘中错节 然后我们看到的 包括政治的因素 包括灾民 包括民生议题 其实非常复杂 但是我们现在在看 我很想请教 是不是有些地方 真的不适合住人 应该要牵村 真的不适合住人 我刚刚给你看那个 那个叫荣华国家 不是跑山是吗 是 各位看这个地方 这个很有名的 叫丰丘 丰丘丘丘很有名 丰丘 喝不受一塌糊涂 死了不少人 好 就政府花钱 这个时候我去做 做了一个大的 这种塵杂质 多少 来十三万一方 十三万 各位没有什么概念 告诉你 就是连接卡车 一万三千台 多不多 一万三千台 连接卡车的量 量 你说很大吧 不够大 还有哪 淘滋台湾满啦 淘滋台湾满就满掉啦 好不然造成在政府去做 做完以后 就刚程教授说 来一个 九二一大厘 八十八年嘛 已经下来了 正松了 九十年来个淘滋台湾满掉啦 满掉后来政府又亲 就這樣又再清 花誰的錢 都是納稅人的錢嘛 所以一清再清 然後壞了又蓋 蓋了又再... 這我就想到說 我還碰到有那個... 抱歉 我一次去國安部演講 那有將軍就說 我說講的都是花... 這時候我們沒有繳稅 我說誰說你沒繳稅 你有去超商買個東西 有一張發票就繳稅 你只是沒有繳所得稅 所以全台灣人都在繳稅 都在處理這個災情 都在幫他們解決問題啊 好 我們才是受害者 是 來我們問一下理事長 那這個時候政府該怎麼做 其實回歸到前面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防災地圖這事情 剛剛陳老師還有范教授所說的 這個可能都是在山區 其實在平地的時候 也有 也應當要 對 是 有像日本 像大陸 還有很多地方 他在這個地方 曾經淹過水的時候 他在一個做一個一個杯 這個杯上面就寫了 某年某月某日 他的淹水淹到這裡 淹到哪裡 但是台灣敢不敢做 不敢 房地產炒太多了吧 對不對 你講到一個非常重要的利益 就是房地產 我相信有很多房地產的炒作者 他們一定不希望這些標示出來 對 所以這樣子的話 百姓可能都被埋在鼓裡 對不對 所以其實你現在上網上去 水利水網上可以查 雨下到多大 你臺北市什麼地方會淹到哪裡 都知道 都知道 只是買房子都沒去查 不敢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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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政府 其實講 我們政府只是執法 就是這個選舉搞 而且民意代表 民意 台灣民意代表最大了 那我們閩南話講 就 揮揮揮揮揮 都這樣看 我們水土保子法 三波利保育利用條 也管很多三波利 你不能用 現在地質法也有 地質敏感區 水利法也有說 洪換區也不能用嘛 現在還不都用光了 你看那個我們那個桃園縣 那個副縣長去拆那個 拆那個義美的那個工廠 不是炒翻天 就給他拆了 不拆掉這次淹得更慘了 五股那個叫做南崁溪 南崁溪 南崁溪就是桃園的南崁溪 還有一個老學系他也拆了 就是行水區堵掉 政府也不敢拆 他說那個也是十幾二十年 也是一個傻傻的 台大教授去拆的 黃明去拆了 把他拆掉了 是 所以看起來 我們的應該要談一個 很重要的議題 就是國土規劃 也延宕了二十年 所以我問一下陳教授 你看到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雖然說還有很多的土石 堆在這個中山腰還沒下來 而且要可能三四年以後 才會消化掉 那這個我就想到說 台灣應該這個時候 是不是應該趕快 所以我覺得名氣可用 剛剛提到了 既然有這個災害 我前一陣子到了日本 我經過了福島 仙台 整個海嘯地區 我去過了 我到了附近的所有商店 我都可以買到一本海嘯 整個分布的圖 一般的書店 就買到他們出版的圖 出版什麼圖 仙台人口夠多了吧 仙台大概也是大都市之一 仙台都會去一頭 他的房子 房價也貴吧 他的書裡頭寫得很清楚 一六多少年海嘯淹到哪個地方 畫得很清楚 一般的書店 你信口啊 你買一買一買就有了 他把你畫得很清楚 一六多少年 一七多少年 一八多少年 每一次海嘯地方 把你畫得很清楚 日本人覺得呢 是啊 這是我們的事實啊 但是他有一點非常 我覺得值得敬佩的地方 他們講了 我們還是要住 這一點當初讓我非常震撼 這樣還要住啊 他們講了一句話 我們要跟老天共存共榮 我們如何共存共榮 剛剛講的防災地圖出來 他們幾乎每一個人 升職人心的一種教育 從小到大 從小學 國中高中啊 老師都會給他們這種防災地圖 海嘯來了 你要往哪邊跑 地震來啊 你要往哪邊跑 日本我們很清楚 地震他的手機都會接到訊號 會告知他往哪邊跑 而且他的這個都市頭標誌 還很清楚 往哪邊逃難 這個讓我覺得很驚訝 哇 你這個都會區的土地那麼貴 你還畫一個標誌往哪邊逃難 那那個地價不是都整個垮了嗎 沒有 照常公 照常公 他們覺得我就是生存在這麼狹窄的地方 他也是地下人仇啊 不是跟我們一模一樣嗎 他還一一多人口 不是嗎 談到這裡 我們就來談說 那如果現在已經住在那裡的現實 不要謙春 他說我要共榮共存 可以啊 我剛剛提到了 那我們是不是 那個地方啊 真的依照現況 把它規劃出來 水土保濕法裡頭的法令規定 水利法裡頭法令規定 地質法法令規定規劃出來 他說我還要住在這個地方 沒有關係 防災地圖送給他 你自己要知道怎麼逃跑 日本人也是也是這個樣子啊 他知道他要怎麼逃跑 他知道他住在土石流 危險的地方 危險溪流的地方 他知道他住的地方是地質敏感區的地方 他心裡要有數 他要告知他的子弟 我們家是這個樣子 他要讓政府知道 我們家是這個樣子 你政府啊不要啊 這個雞何欣嘛 在我家前面又開了馬路 開了五六條啊 就不要一直開發嘛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教育 根本著手的地方 法令不管你講的國土什麼法 再講多少的法 幾乎都沒有用啊 就是防災教育 還有防災地圖要給大家 好我們先休息一會兒 待會兒回來 走生之後 你就會擔心嘛 對不對 尤其我們這邊附近的一些 山坡地都會比較擔心 這種情況